一 二 三 請簽下 我們恭喜我們說 密耀科的護衛部團隊 還有我們恭喜有盧先生 今天手術的同學 簽下蛋糕 74歲的盧先生歡喜出院 同時他也是花蓮慈激學中心 達文西機械手臂 根除性攝護腺癌 切除手術的第一百例 而且這一百例是 每一個病人都很安全的成功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當然還有其他的腎臟癌 膀胱癌還有其他的 先天性疾病的手術 這些東西總共都超過了200例 盧先生兩年前在花蓮慈苑 做心臟手術 同年也檢查出罹患攝護腺癌 經過達文西機械手臂切除後 恢復狀況良好 第二天就可以下床 不會說像以前 那麼痛現在 這幾天已經好多了 人家就看到我說 你是不像病人的 攝護腺癌是 果然男性癌症 發生率排名第五 常見於65歲以上老人 相較於傳統術士的切除 達文西機械手臂傷口小 流血量少 而且恢復快 醫師也提醒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就有機會完全根治 加上高科技的達文西機械式手臂 讓東部民眾能就地享有先進醫療 帶來新聞江駕宇劉洪志華聯報導